省理著桌面忙著收拾東西 在國父紀念館擔任殷控的李小姐 工作多年 從年輕就開始存錢投資房地產 在北市購屋 未來除了把這些房子作為養老用途 也考慮將部分房產過戶給親兒 李小姐以防養老 未來也可能將房產給兒子 而目前要把房子登記到子女名下 有贈雨跟買賣兩種方式 若採用贈雨必須繳納贈雨稅 契稅還有土地增值稅 若採買賣方式不會有贈雨稅 土地增值稅可以適用 自用住宅優惠利率 但必須保留子女自行出資的證明 否則被國稅取寄塔的時候 很有可能要因此補稅 對未來該如何規劃 李小姐早已做好功課 105年之後爸爸取得媽媽繼承的話 那就有房地合一稅 但是如果自用的話 如果持有10年以上 房地合一稅是15% 所以最好就是持有9一點 但是媽媽如果過世 要給孩子繼承 因為已經繼承過一次了 然後再給孩子繼承 孩子就會有房地合一稅的問題了 神稅的方式多元 以鄭宇來看 免稅額部分 每人每年為220萬 如果房地限值比較高 可以採取分割分年 鎮宇的方式 將每年的鎮宇額度 控制在220萬元以內 但若取得鎮宇房地後 再出售 仍必須繳納房地合一稅 會以房屋平定限值 和土地公告限值 來計算取得成本 短期內出售 稅額恐怕相當驚人 接到這種案件的時候 我們大概第一個動作 會先去做產權調查 那產權調查的過程 我們會順便把它相關 移轉過戶的稅費 會先做一個估算 通常只要以土地增值稅 比較高額的部分的話 那我們就會建議它 可能還是要用寫遺囑 然後做繼承的方式 來做處理會比較好 因為繼承之後 它的土地增值稅 基本上是全額都充掉了 在105年房地合一稅上路前 過戶房產給子女 正與占大宗 但105年政策上路之後 正與比例下降 買賣方式增加 買賣的部分 若兒女本身資歷完整 金流也沒問題 就適用這種方式 但人是得缴纳 自用土地增值稅 一般來講 我們只是給予建議的潛力 那專政審查人是稅務人員 稅務人認定 只要你的金流交代 是很明確的 然後你的資金來臉 也都很明確 然後貸款的 那個償債能力 也確實將來的 這個償債能力 是都沒什麼太大問題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有可能 可以核定 你是用買賣的方式來做 因為一般來講 就是爸爸媽媽 贈予給小孩子 或是爺爺奶奶 贈予給孫子 基本上只在二等七年 在遺產稅法裡面的規定 就是四同贈予 專家進一步點出 若雙親房產不多 可以考慮保留房屋 未來立遺嘱 以遺產的方式形式 讓子女進城 因為遺產稅免除額 上看1200萬 還有不少扣除額度可以減免 同時也省去了 汽稅跟土地增值稅 比起贈予跟買賣 更具效益 但要考慮的是 特留份的問題 但書同步表示 該用何種方式來抉擇 都得是當事人財力 房屋等相關資訊評估 建議要找專業人士 多方分析 在房地合一稅上入之後 假如你用正義的方式 去遺產給小孩 之後他在出售的時候 他會面臨到高額的 房地合一稅的問題 那因此現在的稅付的條件來看 最好的方式 當然還是用繼承的 主要有兩大優勢 第一個繼承呢 他可能不用有土地 增值稅的問題 那假如你的房子 持有時間很久 土地面積很大 那這樣子的方式 當然是最省稅的 那另外一個呢 假如透過繼承取得 他的一個取得時間 可以回縮到 上一手被繼承人 取得的時間 那相對的 他日後在出售的時候 也可以省下高額的 一個房地合一稅 主地正義生理書 然後這個是登記清冊 顧房產細節頗多 稅務資訊更是多元 用最大化利益 讓子女承接房產 成了父母動腦 絲毫的課題 TBA新聞六號 來一迷 台北長官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